黄庭少也说 上个礼拜的时候呢 相信大家都被一单来自香港的社会新闻给震慑到了 在香港一名28岁的名媛被他的前夫一家人密谋杀害 手法残忍夸张到超过TVB历年来的热门剧刑事侦查档案 案发现场有大冰柜有绞肉机有大汤锅 这些恐怖的杀人碎尸细节呢 大家请关注我们的新闻报道channel 少爷呢已经被提醒过了 我要聊的是男女感情 不要涉及社会法律税务等正经严肃的社会新闻话题们 那么来吧 我们专注我们的范畴 那其实在整个案件中呢 案件相关的感情问题很直接啦 就是分手了 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还需不需要做朋友 那张爱玲呢也曾经说过分手了还可以做朋友 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两人从来没有真心相爱过 二是至少有一方还愿意默默的对对方付出 这个案件里面的受害人呢 在跟前夫离婚之后不仅仅跟他全家保持良好的关系 那他前夫和他从前的公公婆婆都还住在他买在香港和温田加多利山的豪宅里面 物业呢还挂名在前公公的名下 他前夫的哥哥呢 更是他现任的私家司机 以上提到的这四个人呢 此前在社交网站上和各种公共场合都表现得跟他像一家人一样的亲密 但同时他们也是密谋着送他上黄泉的柜子手哦 受害者的朋友呢 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声称 受害者本身呢 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因为希望自己跟前夫所生的一对子女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 自然而然的这对子女就成了他的软肋 那密友在采访的最后呢 失声痛哭 问说他们也就是前夫一家 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他 也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网友们呢 又在起哄说 啊这是他自己找的啦 明知道前夫有问题还要资助他 那所以就活该啦 媒体报道中称他的前夫呢 算是一个一直都有手好闲 有过前科的人 他难道不知道牵扯会有问题吗 当然知道啊 只是因为还有放不下的软肋啊 所以选择要接纳这些问题 并且为了软肋也就是一对子女需要继续付出 然后就把自己的命都给搭进去了 那现在再去猜测他要收回物业的原因已经太晚了 但是也正因为他的举动招来了杀身之祸 深深地意念了一句老话 一粒米养恩人 一斗米就会养仇人 在关键的时候 给予他人一斗米 如同雪中送炭 人会心怀感激 但是久而久之给予的太多 就会使人变得贪得无厌 会把这些给予视为理所当然 一旦停止援助 就会心生怨恨 好吧 这个又上升到了人格问题 所有的感情问题都抵不过诱惑 再重的恩情都抵不过黄金 少爷刚才的问题 也不是说分手了以后 能不能 要不要 行不行做朋友 因为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根据个人的豁达程度 和忍受能力 以及人品决定的 现实中分手还能做朋友的 无非也就是三种 第一种就感情置身 无法割舍 也就是说没有了你不行 连呼吸都很困难 这就只有穷妖剧里面才有啊 因为抑郁症也只要坚持治疗 就会治愈 康复 那这个世界呢 谁没了谁都可以活下去 第二种就是情未了断 藕断思连 也就是说我跟别人没有跟你这么顺手 骑驴找马再拖一拖好了 反正你也有空也还愿意 那只要其中一方找到比你更好的断的那个干净利落 真的是连什么连啊 第三就是本身根本没有相爱过 也就是说不然本来也就是朋友 恢复朋友关系也不伤大体 反正你我也互相伤不了啦 爱咋咋地 大度一点多一个朋友多一个关系 留着他日说不定还有别的用途 坊间呢还有一种说法 少爷觉得呢也有一定的道理啦 就是说女生在交往的时候 都是已经忍忍忍忍忍忍忍 如果是这个女生要提的分手 那就是非常干净利落 不可能再做朋友了 看到他都觉得累心了 男生呢就相反啦 交往的时候很多事情察觉不到 他的严重性 分手了才恍然大悟 但是为时已晚 所以他们才会问说那既然做不成情侣 做朋友是不是也可以 所以真的需要做朋友吗 少爷问了好几个朋友 当然也有前男友们 都是逃避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的 都会说看人吧 看情况吧 但是如果这么回答的话 那少爷也就发表一下 个人的偏见的结论好了 都分手了 就是有没有办法互相接受的地方啦 有感情做朋友 是因为暂时放不下的一个借口而已 浓如蜜的情侣关系 都得狠心斩断改变的 淡如水的朋友情谊 那真的就是美称而已 所有的需要都是事出有因的 今天前面提到的案例里面 一定就是因为前夫一家人 需要跟受害人做朋友 因为他们有利可图啊 那受害人需要跟前夫保持关系 不思破脸 是为了一双子女 但真的 就是能不需要就别需要了 主要是没有必要啦 姐妹们你们怎么看呢 那今天少爷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继续支持我们的